我就曾經碰到過一個個案 不是他本來 是他太太來 這個男生呢 雖然是念文科 可是呢他進了一家高科技公司 他從那個大三生大生那個暑假 就進去這家公司 因為他不是理科的嘛 他只能做總務的工作 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主管喜歡喝 Espresso 還是喝冰咖啡 還是要 咖啡要加糖 還是加奶精 他都會記下來 貼心 而且他非常自律 他每天一定是最後下班 其實沒有加班費 所以他的努力呢 其實就被公司高層看見了 所以他畢業之後呢 其實根本不用面試 那個公司就說你來上班 對 所以他就在那家公司上班 可是呢 畢竟他沒有理科的專業啊 所以他其實就是靠著 操弄人心一步一步往上爬 舉個例子 例如說他知道 某個公司的高層 例如說玉琳哥 在外面有小三 然後呢 他就會說玉琳哥 我知道你不方便 那這樣好了 那個你每個月要給小三的錢 你給我 然後我會給他 也太好了吧 好貼心喔 對 我們身邊真的需要這種 中間人喔 然後呢 然後聽聽看 然後後來發生什麼事 後來呢 然後呢 我用我的身分證 就租房子給他 哇 他做這種事情 看起來不錯 這麼貼心啊 滿有意義的 這個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所以很多人的把柄 就被他掌握了 對 可是呢 他太太為什麼痛苦 因為他都會把這些勾當 這些黑暗的事情 講給他太太聽 然後他太太說 我不想聽 我不想聽 他太 然後他又跟他太太 太太應該是選那個 正三角形的個性 對 他就PUA 他太太 他說 你不僅是我的太太 你還是我的神 蛤 所以我只能找你告解啊 對啊 全世界只有你不會背叛我 所以他太太其實很 不想聽 但是又不得不聽 就很痛苦 那出發點是什麼 就是那個臨界點是什麼 就是他的兒子 十八歲成年那一天 然後他們父子兩個 就在外面徹業不歸 後來他就問他先生說 你們兩個去哪裡 以為喝醉嘛 他說沒有啊 我帶那個 我帶兒子去轉大人 他太太就崩潰了 他太太說 我不希望我兒子長大之後 跟你的價值觀一樣 所以他就想跟他離婚 可是心裡面又很掙扎 因為他怕 他先生就是 心機那麼深的人 會不會報復他這樣子 對 所以 就來求助 我之前 已經聽過一個案例是 他是喜歡上那個治療師 他是先去搜尋他的E-mail 然後去發現 譬如說他的蝦皮帳號 他都買哪一款的香水 每一次要進去諮商之前 都先擦那個香水 所以每一次只要那個治療師 送他出去的時候 他都會聞到 他喜歡的那個香水味 久了之後就變成一種制約了 對 然後治療師對他形成印象 然後他每一天會跟蹤 那個治療師回家 還不會被發現 好可怕 然後後來他還在治療室裡面 直接跟治療師告白 然後治療師當然說 我不行啊 沒有啊什麼什麼之類啊 然後就講了一輪之後 他就 結果就趁晚上治療師 我都關門嘛對不對 然後闖進去 不知道怎麼闖進去的 把裡面所有的話 玻璃全部都摔來 對 然後後來就救護車也來 他就是 後來就送進那個醫院裡面去 最有趣的是 在那個案例後來那個治療師 他送進醫院之後 那個治療師腦袋裡面 還會經常想起他 你可以理解那個可怕嗎 已經被洗腦洗到裡面了 OK 反社會人格有時候 就會變恐怖情人 在這個案例上 你不不怕